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唱唱歌也可以变成艺人 回眸和那一段情 都留在期待之中 龙俊龙的苏令是什么咖 跟人家唱什么名歌 竖着翩翩的白云 我离开了你 缺乏春春的相思 我留给了你 黄中坤出道整整三十年 现在的形象 似乎和本主剧的黑道大哥画上了等号 许多人也许忘了三十年前 他曾经是个名歌手 也曾经是个极为闪亮的偶像明星 明哥已经唱了三十年 当年我是阳光少年 如果明哥唱个五十年 我就是个阳光老年 那时候在演的时候就一直在说 Danny Danny这样子 有这么一号人物 然后就一直等待 这个Danny到底会是谁来演 结果就是 王仲坤先生 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他是巨星 因为他虽然已经沉寂有一段时间 可是毕竟他在过去他有很辉煌的成绩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的话 因为那时候面临的都是要当兵嘛 所以想说管他 反正有人出钱找你出唱片 当兵前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 那就出吧 谁怕谁 你不怕我也不怕 那就出了第一张唱片 第一张唱片就是 《牵挂你说过》 那张明哥专辑这样子 1979年黄仲坤出道前曾经在明哥餐厅助唱过 发掘骑行刘文正的大牌经纪员夏春勇 某一天来到了当年相当知名的 艾迪亚明哥西餐厅 见到了外形相当阳光健康的黄仲坤 正在演唱夕阳歌曲 颇为欣赏 你的理想 因为都是唱英文歌 所以发现我的经纪人 他看我的样子 他不太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台湾的人 他也不太确定我会不会讲国语 然后他就拜托那个服务生说 那个先生 我们想跟他聊一聊 然后他们就用那种很声音的英文 就 Hello Hello Mr.Michael 然后我就说 你干嘛跟我讲英文 你可以跟我讲国语 Ladies and gentlemen 2005 2005年 Breaking 雷鬼版的牵挂 住着翩翩的白云 我离开了你 却放春卷 不相信我 我留给了你 牵挂的是 我只眼的你 放心不想 也是爱哭的你 别担心 别担心 我会让你开心 好 书着翩翩 啊 白云啊 我不离开 让你啊 我小的时候呢 喜欢我 同一个校车的一个女生 然后这个女生的 这个爸爸呢 又是我爸爸的同事 是很熟的很要好的同事 我喜欢了这个女生之后才发现 这个女生呢 就因为他爸爸职务的关系呢 经常可以在义工队看到黄仲坤 那我喜欢这个女生啊 我每天到找机会跟这个女生讲话 可是这个女生每天 张嘴闭嘴都是黄仲坤 昨天我又见到黄仲坤 啊好帅啊 于是我的童年 就是我的青少年时期里面 就有一个夹在我跟我的初恋情人之间的黄仲坤 第一次看到Michael呢 就我一直以为 因为他英文讲得很好 然后旁边呢 都是外国女文 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是 他要不是混血就是什么 后来 不是 他是道地的台南人 当年黄仲坤因为经常演唱西洋歌曲 说了一口好英文 会经常因为他的卷舌发音有广东腔 一度还让人以为黄仲坤是个港星 这个在海外的发展 我们这个实时在这个报章杂志看的 在香港啊 你的呼声也很高啊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其实很想回台湾演湘土剧 可是那个港剧演多了 很多人就是说我没搞透 这样啊 但我们也很惊讶 到那边要讲广东话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怎么那是啥啥叫 入境水俗 就感觉上把自己弄得粗一点 是啊 是啊 有没有搞错啊 大佬啊 就慢慢那个味道就出来 其实那个时候呢 如果是以偶像来看的话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这样的偶像 那个时候台湾流行就是比较英俊 潇洒 比较那个白白净净的 然后他就是非常阳光 喜欢运动 所以难怪那个夏春有看到他就把他签了 因为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样子 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是非常少见的 在我们那个年代啊 比较没有大学生想要去当歌星 因为那个时候 歌星大部分就是他是另外一国的人的感觉 只孤独的海眼 我记得好像还看过就是他好像去什么海军陆战队 什么之类的那种那种画面 然后就会觉得印象当中他只是一个肌肉男 和那个执着的心灵 我忘了从远方回来的时候 要告诉我许多故事 1980年歌林唱片首度为黄仲坤量身打造 《你说过》这张专辑 尽管当年他还是世心的年轻学生 但是在唱片公司的成功包装之下 专辑一发行就突破了数十万张 几首快聚人口的歌曲 大街小巷到处传唱 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他 有一种很奇特的质朴感 不像是这个演艺圈工作的那个质朴感 他而且一点大哥的样子都没有 还不准我们叫他黄大哥 不准叫他Michael哥 就叫Michael 他在当歌星这个期间 应该不会让他带来太多的 所谓的收入或是利益 那后来就说 他是一个没有断过的艺人 就是说没有失业过的艺人的感觉 从我知道他出道到现在 几乎没有没有工作的时候 黄仲坤出道一两年之后 因为体格壮硕被挑选进了海军陆战队 由于是歌手 因此也进了义工队随队表演 同时其当兵的同僚 包括了胡瓜 杨帆 李茂山等多位的知名艺人 说了其实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其实我的个性其实是很内向很害羞 我第一次上那种综艺节目的时候 我就是上小燕姐的综艺100 那个打啦啦啦啦那个 那小燕姐采访我的时候 我几乎是不敢看镜头的 不敢看她 我就是会好像找不到地方 就是只要那个视线 不需要跟人家接触的地方 它才是我自在的地方 那我的个性其实也没变 但是只是它被隐藏起来了 常常看小歌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偶像 然后希望能够自己可以做到那种 如此的蛋饱简单 然后从头到尾就可以这样子 从我认识你 就一套衣服这样子 可是可以保持这个天使一套 所以我也想从此就这套看看 能不能继续看能穿脱一下 在无人的海边 寂静的沙滩烟练 那几首歌 我们都会唱 我们在学院时代都会唱 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他唱的 一直要到故事的真相 就是他跟杨玲唱的那个故事的真相 男女队唱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是方仲坤 所以早期来讲的话 因为民歌手 民歌手出来的很多 然后他好像是 比较隐性的那种感觉 问你是否怀念去年夏天 黄仲坤退伍之后 在唱片公司的策略包装之下 他和师妹杨玲一块出唱片演唱 塑造出荧幕情侣的形象 当年几首快制人口歌曲 让黄仲坤的心路再上一层楼 谁来为我把真相说明白 你曾告诉我 我是你唯一的 我现在五十几岁 我的一生里面有三十年的时间 我是公开的 我是透过荧光幕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各个 不一样阶段的演出 我是名歌手 我是国语演员 我是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歌星 我有的时候是主持人 我有的时候是 没穿衣服 没穿裤子的 花花公子的后面人物 我有的时候演枪图剧 我有的时候演舞台剧 我觉得我已经这三十年 我该是什么样 我就怎么样地呈现在观众前面 数着一根根的白头发 我今年四十几 结果一次婚又离婚 儿子国中二年纪 悲欢离合 没什么了不起 人生的道理 天天都要学习 人生的道理 天天都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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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想要学习 人生的道理